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谓一波三折 那么造成华山派武学如此多变的原因在哪里 本期 阿浪就结合华山派的原流发展 带着大家一探究竟 金庸邪武侠 一项以顺应历史为原则 根据历史考证可知 唐末便存在华山派 以陈团老祖为代表人物 这个时期的华山派可以称为古华山派 华山在射雕英雄传语神雕侠里中 都是极重要的地点 江湖决定高手在这里论剑比武 中夺天下第一的称号 但蹊跷的是 华山出现次数随多 李英随之出现的华山派 却从未被提及 而且时代位于树雕英雄传之前的 天龙八部也没有提到华山派 可见至少在天龙八部 到神雕侠侣这个时期 古华山派早变明目见经传 应当大大衰落甚至覆灭了 神雕侠侣时期虽然尚未出现华山派 但在紧随其后的以天屠荣记中 华山派却已经与少林武当党 并列为武林六大门派 俨然相活鼎盛 规模不小 神雕侠侣与以天屠荣记 时间相隔不过百年 短短百年 华山派为何能一军突起 迅猛发展呢 横向对比其余五大门派 其中武当派与俄眉派也都是新兴的门派 但武当创派祖师张三丰 俄眉创派祖师郭湘 均为不释出的武学奇才 无论自身武功还是领导能力都出类拔萃 所以能在短期内带领门派走上巅峰 华山派能够重战 是否也归功于这样的人物呢 答案是肯定的 虽然这位重振华山派的人物 在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里中的戏份并不多 但他实实在在为华山派的忠心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人便是全真妻子之一的郝大通 郝大通道号广名子 在全真妻子中排地料 拜王重阳为师之前 乃是一方首富 但在王重阳的帮助下悟到 于是散尽家财 一心一意出家休想 在射雕英雄传 与神雕侠里与众决定高手的光芒照射下 郝大通武功显得平平无奇 但位列大名鼎鼎的全真妻子 她的武功实则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杨过叛逃全真教事件中 曾服侍小龙女师傅数十年的孙婆婆 就是死在她的剑下 王重阳事实后 全真派逐渐衰落 全真妻子各自发展 郝大通登上华山 开创了华山派 继为全真华山派 郝大通的武功虽不出众 但他最厉害能力 便是博彩重场 整理武学 根据自身全真派的武学基础 结合古华山派遗留下来的内功心法 半继承 半创新 创出了全新的华山派武学体系 全真华山派武功 内有魂元功以紫霞胜功 外功则以养武剑 西蚁剑 淑女剑等剑法为主 魂元功是道教传统内担功夫 全真教与古华山派同出道门 以好大通的才智 必然结合两派精髓 对魂元功加以改进 而紫霞神功则可以视作 好大通在自身原有武功上 做出的突破 这门内功出发时若有若无 绵如云霞 然而续尽几刃 到后来更铺天盖地 势不可当 紫霞二字由此而来 使出来也特别明显 一发功脸上就冒紫气 神雕侠里中 好大通与孙婆婆单挑使 旁白秒说 但见那人白发白眉 满脸紫气 正是日渐以毒烟驱散 遇风的好大通 适才交了三掌 以至他内力深厚 远在自己之上 杨过见到好大通 再次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杨过眼见之下 不由地怒从心起 当先是个白发白眉的老道 满脸紫气 正是全真妻子之一的 广宁子好大通 旁白反复强调好大通面线紫气 与孝江湖中的 华山派掌门岳步群 应用紫霞神功时的表现 如出一辙 正是他会紫霞神功的 有力证据 古华山派代表人物陈团 号称西仪先生 所以笑傲江湖中 华山派的西仪剑 当与他有关 仰无剑之仰无 出自孟子的 无善仰无浩然之气 此类都应该是好大通 对古华山派剑法改进后的成果 除此之外 还有淑女剑 笑傲江湖中明确提到了 华山派有专顾女弟子 学习的剑法 比如玉女剑十九世 淑女剑等 全真派是道门 但不见女弟子 像全真妻子中的孙伯二 便是女子 不过这些偏向女子的武功 应该隐隐约约 和以女子为主的古墓派有关 毕竟全真与古墓两派 因为王重阳与林朝英的恩怨情仇 关系已然简不断理还乱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好大通在整理全真武学的过程中 会受到古墓派武学的影响 也不奇怪 好大通史诗号 全真华山派尤其弟子范元新 王志锦等人进一步传播 并在不到百年蓬勃发展 最终成为与少林 武当等齐名的中原六大门派之一 全真华山派的武学来源 主体是全真派 全真派曾经是中原第一大派 甚至邀过当时的少林一头 武学体系庞大 海纳百春 所以武功并不局限于剑法 像拳法 掌法 乃至刀法等等 都有设计 比如倚天图容记中 华山派掌门先一通 人品卑劣 其剑术也不见得如何高明 当时在对阵张无记的时候 一手蛇鹰生死伯 被称为华山派 传承了百年的技术 后来还用上了金蚕古毒 这等邪魔外道 华山民宿高矮两老者 也没有用剑 用的是刀 凡两仪刀法出神入化 此类种种 可见全真华山派武功流派众多 早期并不仅仅局限于剑法 只是华山派虽一时兴上 却在仙渝通这里栽了大根头 仙渝通害死自己师兄白元 叫活给明教 还因此参加了六大派 围攻光明鼎的行动 然而被张无记揭穿 身中剧毒受尽折磨 说出自己杀害白元 并将此栽赃明教的事 后死在企图暗算 张无记的昆仑派何太冲 班淑贤夫妇见相 可谓身败名列 可以想见 原本蓬勃发展的全真华山派 到了仙渝通这一带 不可避免开始了残酷的内部斗争 门派凝聚力 远非创派初期那样的重心一致 本就因为内耗元气大伤的全真华山派 在围攻明教的行动中损失重大 而仙渝通卑劣行径的暴落 则带给了全真华山派致命已尽 名声已落千丈 迅速消失在了名门大派的行列 这便是继古华山派衰弱之后 华山派遭遇的第二次低潮 以至于到了明末清初 华山派掌门人慕仁青 让弟子袁成志拜任祖师爷的时候 绝可不提全真华山派的历代掌门 拜的是一位封祖师爷 按照碧血剑中的描述 那老人取出一幅画 画上绘的是一个中年书生 神态飘逸 那老人点了香烛 对着画像恭恭敬敬地磕了头 对袁成志道 这是咱们华山派的开山祖师爷 丰祖师爷 你过来磕头 由此可见 慕仁青的华山派 很可能与全真华山派存在断代 否则要拜祖师爷 拜的也应该是好大通才对 实际上 先于通往后 全真华山派虽说日薄西山 早早推出了一流门派的好面 但毕竟有些底蕴基础 还不至于完全覆灭 苟延残喘的门人弟子镇定思透 一改先于通时期 为了追求门派武功高强 而乱列武功的作风 气无存经 将诸如用毒 暗器 刀法 这些庞杂的分支减除 只留下画山派的精华剑法 内功则依旧继承了 浑原功与紫霞神功 所以华山派的武功路说 虽说不及全真华山派时期广博 但走上了精致纯粹的道路 这个时期的华山派 可以称为后华山派 特点是内外兼修 主修剑朔 从明初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朝中晚期 经过长期发展 既然比不上少林 武当 昆仑 也能与松山派 泰山派 红山派 红山派并称为五岳剑派 是武林中的名门大派 本来 武学之脉众多的华山派 内外公并驾齐驱 但随着霸出各术 独尊剑术 仅仅靠着剑术对比内宫 又烧庆火候 所以在后华山派内部 慢慢演变出了主练内宫 与主练外宫剑术的两个派别 在校欧江湖剧情开始前几十年 后华山派一对师兄弟 月素和蔡子峰 到福建莆田少林寺做客 在此期间偷看了莆田少林寺 密布世人的武学密集 葵花宝典 匆匆之际 两人来不及同时阅遍全书 所以决定一个人读一半 后来回到华山 二人同时参悟研讨 补料将书中内容一加硬仗 竟然牛头不对马嘴 全然合不上来 二人都深信对方读错了书 只有自己所记得才是对的 可是单凭自己所记得的一小半 却又不能一只照恋 两个本亲与骨肉的师兄弟 到后来竟变成了对头冤家 早就有弃剑之争的华山派 从此分为弃宗 剑宗 岳素是华山弃宗之作 蔡子锋是华山剑宗之作 华山弟子偷看葵花宝典消息 传遍了整个江湖 魔教石掌老公上华山 抢走了葵花宝典残本 而岳素和蔡子锋也在与魔教石掌老公华山中战死 弃宗与剑宗决战 剑宗败走 弃宗惨伤 一无当日威胜 华山派迎来了第三次抵抄 岳不群领导下的华山派 便是分裂后的后华山派 此时的华山派弟子数量不过二十来人 十分清贫 甚至没有积蓄盘缠去福建 岳不群不甘于现状 更怕隐心勃勃的松山派掌门左冷禅 趁机吞壁华山派 所以兵形险拙 挥刀自攻 抑郁通过练习辟邪剑法重振华山派 可惜事与愿违 不但他自己最后惨死 本就鸡贫鸡肉的华山派经过一系列风波 更是死的死 伤的伤 人丁凋零 武道衰微 几乎负灭 不过 乱世出英雄 终归有不世出的人杰挺逝而出 将摇摇欲坠的后华山派 从拳崖边拉了回来 并且对华山派的武功体系 再度做出了改革 主导这一场华山派改革的 当就是慕人清领着原成质败的那位 丰祖师爷 他便是孝武江湖中 华山派剑宗的剑术民家 丰青阳 孝武江湖虽然年代不可靠 但是月灵山曾提到过朱远征 而且书中说 张三丰首书的《太极拳经》 被一月神教盗阻几十年 从而认定故事发生于 以篇结局数十年到百年之后 便是明朝了 金庸自己在采访之中 也默认了网友的考证 而必须见故事的时代背景 明确在比莫清楚 所以从时间上看 并无太大问题 阿朗猜测 风青阳曾经因为 华山剑气之争而心灰意朗 退隐江湖 但在岳部群此后 目睹华山派即将有灭派奉献 终于在灵狐冲的劝说下 重出江湖 依靠自身威望 召回了早前复气出早 诸如风不平这样 诸多建宗弟子 并听取了灵狐冲的意见 对门派中遗留下的 气宗弟子也后代有加 将四分五裂的华山派 又重新拧成一股绳 除此之外 更吸取了当初 后华山派改革的教训 将曾经摒弃不用的一些 全真华山派武功重拾起来 拓宽了华山派武学的广度 与包容性 使得华山派宠获新生 当时的华山派 可以称为新华山派 最直接的证据便是 新华山派 传到牧人亲手里 武学包裸万象 魂元公鲍元靖 这样的内功心法 字不代替 武学招式也不单单 局限剑术 还有扶虎掌 破玉拳这样的招式 黄真拿着算盘 同笔当兵器 归心术则号称神权无敌 弟子够有所长 已然不是纯粹的剑术门派 但是 华山派又重新登上了 武林的巅峰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历经风风雨雨 跌荡起伏 华山派始终屹立不倒 为何 唯有求必二字可以解释 门派如人 人都追求安定协议 习惯大于一切 大多不愿意改变 或是逃避一些改变的机会 哪怕知道为改变所付出的代价 比沉溺于习惯而荒废生活 要来得实惠得多 还是迟迟不肯行动 可是 生活是我们自己的 不能总期待有人来推自己前进 人终归要自我引导 自我激励 接着自我突破的 门派求变 死灰复燃 触敌反弹 人求变 冲破束缚 一往无前 变 才是永恒不变的规律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